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3.5的時候出的一個 它叫做文具盒 那為什麼叫文具盒呢 因為裡面有很多文具 包括小孩子用的一些小卡本 還有什麼東西我忘記了 那我現在馬上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現在我們打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偷偷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後面 帥有沒有真的帥 這是色違的裂空還有超夢 還有色違的蓋諾賽克特 邊邊就是色違的夢幻啦 那3.5就叫做 稱稱之為色違的一旦 因為裡面幾乎都是色違的怪物 好我們打開看看了吧 那今天是由我們新竹的玩家 王連凱提供給我拍開箱 感謝感謝 那我們看一下 來哇 我跟你講這個硬幣 這個硬幣 很多人想要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硬幣 超級可愛的夢幻喔 你看 OK 然後拉蒂歐斯 這張的話 正常來講 目前蠻夯的啦 很多人都會搭配什麼 搭配那個我們的 忍蛙 因為忍蛙的話 是鋪傷嘛 那這張也是鋪傷 他第一招就是打前面打30 後面打30 他跟蚊子一樣齁 如果前面的話 我們是打蚊子的話 那只要貼個頭巾 就可以打到120滴 因為客數嘛 後面還可以再鋪個30傷害 還不錯齁 好拉蒂歐斯 那他這個算是一個POMO的卡 那皮卡丘的話 就不用介紹了吧 就第一招打10滴 超級漂亮的 OK 再來 拉蒂亞斯 他的特性是 如果你的拉蒂歐斯在場上的話 是他說拉蒂歐斯沒有撤退費用 不是他自己 第一招打30之後 治癒自己後排的寶可夢 30滴傷害 其實我說實話 這盒叫做騙小朋友入坑的禮盒 因為他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適合小朋友玩的東西 例如說這個小卡車 他裡面就是一張卡 一張卡這樣放 讓小朋友可能一開始 抽到一張 一包卡包之後 然後可以把他喜歡的卡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你看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有沒有 那再來就是這個筆拉 文具拉 就是文具筆拉 為什麼叫文具盒呢 因為他就有一堆一些文具讓你用 那這個消遣筆記消一消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那芒果其實之前也買過一個 給我女兒用 不過他現在還不會玩 好不好 所以說我就留到他長大再給他用 好 那就是我們非常可愛的皮卡丘的筆 OK 那這就是文具 再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貼紙 看一下貼紙 哇 然後這個可以吃可以死 你自己看 這邊有 刀模線 這就撕起來 看他想貼紙就貼紙 好不好 就是貼紙 非常漂亮的貼紙 好 那這個幾乎都是收藏用的啦 如果小孩子想貼哪裡的話 貼牆壁也是可以 好不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 嗯 算是便條紙吧 便條紙對不對 那這個便條紙的話呢 是我的話我捨不得用啦 可是放在那邊也沒用 所以我還是用掉了 好不好 非常可愛 那小朋友可能會拿來畫畫或者是 紀錄一些他們上課的東西 也是有可能的啦 不過我覺得如果帶去學校的話 應該會被搶 會被搶光吧 OK 好 非常可愛 那再來它裡面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它有附5包卡包 就是我們3.5的卡包 那3.5的卡包 我這邊講解一下 幾乎最好的大獎就是HR的索羅亞克 對不對 那裡面幾乎都是白的 需要都是白的 好 那我慢慢一包一包開 好 好 希望是歐洲人啦 我跟你講 芒果第一次 芒果第一次 白的 肥華一定白的 對不起我是白癡 好 芒果第一次 唉唷有邊 看到有邊了有邊 不是我看錯了對不起 我跟你講 芒果第一次開3.5的時候 開到兩張HR 一盒兩張HR 真是太扯了 嗯 OK 這個 好 我先把稍微 稍微比較酷 比較需要講解的 拿出來好了 等一下我跟各位特別講解這一張 其實這張我覺得有潛力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為什麼 好不好 來第二包 這是我們色違裂空 唉唷唉唷 唉唷 等一下我手在抖了 他在顫抖了 看一下 這一定是白的 好來 這在顫抖有沒有看到 欸 我剛剛手在顫抖 明明就在顫抖啊 奇怪了 好吧 這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其實 這包裡面沒有什麼好講的 好再來 超夢 超夢就沒有色違了齁 這張沒有色違了齁 這張沒有色違 來看一下 我壓力好大喔 我壓力好大喔 不要這樣子 壓力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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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你看 一組剛好整套妙娃花欸 喔不對喔是剛剛那個 整套妙娃花欸 OK 來 你看我們剛好一組妙娃花 你看到 芒果湯是開十包齁 剛好四組 欸三組三組妙娃花 有點屌 妙娃花花通常都是配 蓋諾塞克特或者是耶誕樹 比較多啦 來 第四包拜託啦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子我很對不起人欸 歐洲一下拜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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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啦 我看一下 好像有邊喔 有喔有邊 嘖嘖嘖嘖嘖 喔 閃水能 馬那飛 哈烏交換 嗯 好吧 這也是沒什麼用的東西 欸 摸一下摸一下 哥哥們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摸一下 快點摸一下 我請他們 我請他們摸一下好不好 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 摸到會非洲嗎 可是開包不會阿 拜託啦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啦 欸我說真的 這盒人家大老遠飛過來 還是要有一點 一點 一點價值啦 我說真的啦 拜託啦 好不好 有沒有邊 假的 卡 對不起 我不會罵髒話 對不起 唉唷 這張可以啦 這張稍微有點價值啦 OK啦 這張可以啦 不要嚇我好不好 好 那這張就是色違列工作 正常來講 要收色違的話 好像有九張吧 九張是一套的樣子 我印象中啦 如果錯請糾正 那九張一套那這張 其實也是收藏用的 還不錯 好 來 這張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張是第一招是打 雙虎打20滴 然後加上自己身上的傷害指示物乘以10 那為什麼說這張可能有用處呢 因為我跟你講 如果當初巨甲橫行的時候 這張如果拿出來場上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用 為什麼 因為巨甲最高最高 就打到120滴 加上索拉克也是120滴 有沒有發現 那120滴是殺不掉他的 那下回合我只要一顆雙虎 我可以打到多少 我可以打巨甲多少 說看看 240 240加上20 260 260 你看他一顆雙虎打巨甲520 重點是你巨甲還在索羅還殺不死他 所以我當初一直覺得說 這張卡有梗 有梗 可是一直沒有拿出來用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說可能是大家沒有發現吧 好不好 那沒關係 那這張卡我覺得也是可以收藏 收藏用不錯 好 那再來就是要講什麼勒 好像沒有什麼好講對不對 來 那今天開到的就是一張閃能量 3.5的閃能量 這張也是非常漂亮 收藏用就是了 好那芒果今天開3.5的文具盒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問問看店家有沒有在賣這個禮盒呢 好不好 那就介紹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忙訂閱及分享小鈴鐺 開起來這樣我直播的時候就看得到啦 好各位 掰掰